虽然天气变冷了 各地的姜母鸭羊肉汝等近博电 到了傍晚都开始涌现人潮 不少民众新家带眷趁着天冷出来围炉 只是排队人潮也把夜市走道急得水泄不通 那么尽管夜者已经推出了发放号码牌的方式 但改善效果有限也引发明远 入夜之后宜兰之间羊肉汤变 内用的排队的全都塞保店面 天气转凉人气更夯 走道更被人潮急得满满满 买羊肉汤还得排队 这是因为人实在太多 业者想出发号码牌的方式 希望多少疏散人潮 只是新措施才刚上路 店门口前还是乱糟糟 连要走个路都得左闪右闪 改善效果实在有限 一位 四位两位留下排队好不好 我已经四个被赶走三个 剩我一个了 丁丁你等多久 很久 不知道半个小时 大概一个小时吧 民众随便等都是半个小时以上 老板打包的时候更没有停过 东西受欢迎客人自然多 但夜市里摊贩多 空间又不大 难免引发民怨 业者无奈是会再改进 现在也只能尽量请客人 拿了号码牌 别在店门口逗留 中天新闻 林医生柳哲军 宜兰采访报道